另外一天 南潭后山报道在方便能够未来后开放民众正习 不过沿途两天有完没开放 体育党专专业条件开放的时间 是每天会再去6点半到晚上的8点 但是习来党冠和运动设施没开放 民众正习有完需要转天过去晚 保持持久久离 禁止根故应识路适十年多 中央流行日前指挥中心算报 部分的党所能达到三百万多 同意指包括体育党专专业保护金店 南潭后山还有快艺生活症 也已经开始有民众进入运动参观 体育党的党军党开放的时间 专专业每天会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8点 但是因为要配合相关的关键出息 周一到周日早上的六点半到晚上的八点 剩下的时间我们会进行一些环境的清晓 当然如果来我们田径场 也希望进入田径场之后 来实行我们的一个食联制 然后进行一个酒精的消毒跟量测体温 然后进到田径场之内 也希望说民众可以全程正确的佩戴口罩 不要说跑一跑以后就把口罩拉下来 然后保持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安全的防御距离 然后如果说口渴需要喝水 当然也可以短时间内补充个水分 这是可以的 然后另外我们体育场其他所下一些室内的场馆 还有一些室外的球场 我们目前暂时也是以不开放的方式 当然我们后续会依照我们疫情的一个调整 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我们持续来做一些滚动式的检讨 跟一些防疫措施的松绑行形 另外南澄后山报道对接着去开放民众运动八山 但是报道运动的量庭有完技术奉币 将其市政府提出民族要尊重三个境界相关的放逆规定 请民众在登山运动的时候 一样要确准三级警戒的防疫规定 那后山步道虽然是开放的状态 但是因为量庭容易群聚 所以在量庭的部分我们有暂时先把它封闭起来 避免说民众有不必要的群聚的情形 而各位民众也都有确实的戴好口罩 保持防疫距离这点非常感谢大家 那此外呢为了让民众在登山的时候 有更好的环境 我们也加强了环境的消毒 步道很久没有开放 所以蚊虫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未来 一周会加强两次的清洁消毒 希望大家在登山的时候 长袖长库 以及那些防稳的措施都一定要做好 才能够快乐的登山 另外快乐生活村配合在中央 服务业措施 提供民众进一点 给市场要配合 产典牛体温 手部消毒核实典 参观的市场要专定 在翠安 当时保持在1.5公司的39几年 而且为了提供民众安心的环境 将于市政府将依照到 支援中心发布的工业基因 来加强设施各行工业管理促进 当时依照到疫情发展 来进行到减好核实典 水星新闻 邮丁孙 王乡山 我们在有限的疫苗当中 必须用最快速的方式去施打完 真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 在我们卫生局 卫政 社会处 尤其是民政 马上就补了这一块 民政代理的我们的里长 林长 然后我们的里干事 全部就一起动起来 然后要服务我们的长辈 甚至我们还谢谢我们的富康巴士 来接送我们身心障碍 以及有需要的长辈 还有还有我们的计程车工会 很多人马上就能够加入 让我们用最少的费用 然后做到最好的接驳 这样的接驳是用爱来接驳 我们更感谢阳明医院的团队 在每一个就是为了让这一个流程 更为紧凑 更为顺畅 他们也开发了许多的借用资讯 来让它更为顺畅 最后我还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 真的这一次集合了我们的卫生局 警察局 社会处 民政处 还有各个局处 大家整个团队 但是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市民 能够有这么顺畅的施党 无论从预约到进来这样走走走的 种种的流程 除了我们规划好以外 是市民朋友您的配合 才会让它更顺畅 所以我们希望疫苗的施党 不但是安全最重要的前提以外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安心放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